九短之手 是我国古代战场上最主要的近战兵器 战场实用性非常强 早在两汉时期便已经发展为步兵的主战兵器 大环刀形状与一般刀的形状相同 只是刀身比较厚重 除了之外 最显眼的当属其刀背上班中的一排铁环 但你有没有想过 刀背上为什么要装铁环呢 最普通的说法是 刀背上的环会由于惯性前甩 刀的重心会向前偏移 无疑增加了劈砍时的插伤力 环在挥动时发动的响声 也可以威慑对手 对敌人心理造成压力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 还有一定的科学语气 不过笔者还听说了 另外一种颇有意思的说法 想要了解刀背铁环的作用 看一看刀背上铁环的数量就知道了 戴环的刀其实是在练刀法的时候使用 比如说磨练刀法的作用 常见的大环刀有六环 七环和九环 而九在我国古代 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 来阳述之极 又有高深的含义 用来代表最高深的等级 最合适不过 所以当你遇到一位 拿九环刀的师傅时 说的话可要当心了 最近还是 还有一个 自己的 你珍珠